Hypicts指控Mita抄袭了其触觉手套专利设计 触觉公司Hypicts称 Mita昨天批布的一款手套 抄袭了其专利设计 Hypicts半杠VR和AR行业的长期参与者 称Mita手套的某些部分 跟他们使用气动装置模拟物理出工的工作 看起来有着实质上的相同性 Hypicts算是人兼CEO Jake Houlin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我们欢迎对微流体触觉领域的兴趣和竞争 然而竞争必须是公平的 这样才能使该行业蓬勃发展 虽然我们还没有听到Mita的消息 但我们期待着跟他们合作 以达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安排 解决我们的担忧 进而使他们能够将我们的创新技术 纳入他们未来的消费产品中 Mita手套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设计 如果有的话 几年内都不会被商业化 Hypicts的前身是X-Hunger 在隐身4年后于2016年首次公开亮相 Mita的研究人员称 他们在2015年中期 开发的第一个手套原型 就在这家科技巨头 收购VR初创公司Oculus不久 多年来 我们接待了许多来自Mita的工程师 研究人员和高管 以展示我们突破性的触觉技术 乌斌说道 此前 Mita一直被指责通过克隆他们的产品 跟VR软件开发商展开不公平的竞争 并与此同时限制了对Quest平台的访问 Hypicts拒绝就其认为 跟Mita达成的公平协议法表评论 也拒绝评论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是否会提起诉讼 还是否会提起诉讼